好,宝宝们快来快来快来 看看这个是不是就对了 然后刚才我看不到你们的说话 也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看看是不是这一次就对多了 这就对了 听到了是吧 刚才能听到吗 刚才我觉得太奇怪了 我在这等了好久 说一个人也没有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课 怎么可能一个人也没有 那石老师活得太失败了 等了好久 能听到了是吧 这就对了嘛 一会这么多人了 很好 很好很好很好 对,有的同学是白天没时间听 然后晚上呢 我在加播一场 加播一场 然后让大家好好听一下 这个政治大纲 权威解析 而且呢 这个告诉你 然后你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你自己看 看不出来的东西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今年考纲千呼万唤使出来 然而纪念大纲是继2015年考纲变化 而继2010年考纲变化 应该算最大的一年 所以考纲变化 至关的同学 我们同学 应该怎么复习 这个 应该怎么复习考纲呢 因为这个 每年政治考纲 要新增加一门考虑 删除一门考虑 所以新增加的是重点 删除的考试不考 然而我刚才在微博上 给你微信公众号上 都给你发了一个 2019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新大纲解析班的讲义 你把这本讲义啊 然后下载下来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啊 我们按照这本讲义 给你讲一下 今天晚上我讲的时间不长 大概讲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呢 让你对考研证制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大家用心聆听 首先你要明白 现在考研证制 考五大门课程 马园 茅特 史刚 思绪瓦基 当代实证 那么总共这五大课程 然而这五大课程 亲爱的听众们 记住 马园 今年变化 总共大的小小的变化 有32个 但这32个 你记住啊 并不是每一个都重要 这32个 我们讲两种变化 一种是 这个 一种是 不痛不痒心的变化 一种叫 私心脸背心的变化 什么叫不痛不痒 不痛不痒 就是 大家一定要明白 虽然你比如 有一年考纲 修令毛泽东思想的时候 最后 第一章第一节 最后一个知识点 叫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结果改成了 毛泽东 同志的 万年的错误 而毛泽东后边增加了两个字 同志 说实话 说不增加同志 我们也知道 毛爷是名同志 这种变化 就叫 不痛不痒心的变化 虽然心增加 但绝对不是 命题重点 这就叫 不痛不痒心的变化 什么叫 私心脸背的变化 私心脸背 亲爱的听众们 就是原来没有 今年 罗列在大纲里边 然后有了 所以这个 就叫私心脸 脸背 那个 今天下午直播了两小时 然后今天直播不到一小时 你不用担心 第一 你上午啊 下午的课 你可以看回放 第二呢 我今天晚上 全是干货 给你讲一下 干货的东西 所以更加提炼一下的 所以你们认真听就是了 当然了 把这个课拧一拧 然后干货 我助理老师说 晚上就不要讲段子了 主要讲一下干货 你们好好听一下 时间宝贵 把干货给大家讲好 就行了 所以你不要计算了时间 你放心 我们好好的听就行了 记住 你用流量看直播 我也是用流量直播的 咱两个都 因为考研要省得投资 这个你要明白 发型不错 好 这衣服也挺帅 然后这个 大家注意 马克的主义基本原理 然后总共有这个 32个变化 但是真正19年出题的话 大家注意 来 有这么几个地方容易出题 首先 今年第一章 我们命题人增加了一些知识点 而第一章增加的这些知识点 大家注意 是什么呢 就是今年最经典的一件事情 马云的第一章 结果增加了一个 什么观察当代世界的认识工具 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 引领人类社会进一步的科学真理 新时代仍然要学习和实践 马克的主义 这内容啊 之所以新能讲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今年 大家应该知道 是马克思 我们的老祖宗 诞辰 然后 诞辰 这个200中年 然而老祖宗诞辰 200中年 这个内容 大家就要注意了 然后 毛泽东诞辰 120中年考了题目 以及孙中山诞辰 150中年考了题目 包括 小平诞辰 110中年 也考了题目 今年的老祖宗诞辰 200中年了 然后不出题 这有点对不住 老祖宗 所以这个知识点 是百分之百的考的 然而考的话 是为了纪念老祖宗诞辰 200中年 而增加了新时代仍然学习 和践行 而学习和实践 马克的主义 但是这个内容 正如我手架 说的一样 考试 不会考 不会考 然后这个书上的内容 考什么呢 考习近平 在马克思诞辰 200中年的讲话 然后老师 为什么考习近平 在马克思诞辰 200中年的讲话 原因很简单 第一 是因为习近平 是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思想证的教育专业的 第二 更重要的是 这个是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考 马克思诞辰 200中年 要考习近平的讲话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当年 这个 孙中山诞辰 150中年 包括 这个毛泽东诞辰 120中年 小平诞辰 110中年 都考了当年的讲话 今年 马克思 老祖宗 诞辰 200中年 凭什么不考讲话 所以考试 要考他的讲话 然而 考他的讲话 大家注意 一个核心 这个讲话 讲了接近一万字 但是 内容挺多 而施老师 告诉你 我在说 讲话班 给大家整理了 七道题目 我不知道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听过 我属下 马元克的孩子 如果有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儿 得到 有没有 我整理了 七道题目 而这七道题目 你放心 考试的时候 就能够 读到 就能读到 我保证 要么不考 考的话 就是考 马克思 习近平的讲话 然而 考习近平的讲话的时候 大家注意 来 我问你他一件事情 这里边 真正的重要 就是 我们对待科学理论的 科学态度 而科学态度是什么 来 告诉我 马克思主义 能不能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问题 七道题 我后边微博上会发给大家 如果没听过课 对 1500题里边也有 我保证 马元 习近平讲话 跑不出 1500题 编的内容 来 先告诉我 马克思主义 能不能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问题 好多同学在那 说不能 说不能的孩子 你本身就麻烦了 就 这个一个多选题 两份就没了 马克思主义 能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那为什么 我们学马克思主义 大家记住 马克思主义 能解决 现实生活中的 具体问题 但是 它只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 理论原则 方法论 指导 和科学指南 不被问题的解决 提供 具体途径 现实模式 和具体途径 现实模式 它不会 解决 具体途径 现实模式 也不提供 具体方式 老老师 你给我讲 这个干什么 那么 我是告诉你 如果19年的 多选题 题杆中 只要遇到 马克思主义 这五个字 快看 ABCD 几个选项 往往会有 A 叫具体途径 或者现实模式 或者是具体方式 到时候 你不选 这两份 就能得到 马克思主义 能解决具体问题 能解决 现实模式 中的问题 但是 只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 理论原则 方法论指导 和科学指南 不为问题的解决 提供 A 现实模式 具体途径 和具体方式 现实方式 到时候不选 其余的选出来 就是答案 回答我 啊 回答我 啊 好 整个地 这么多就行 但是 今年 第二个知识点 变化的 相当重要 就是第三章的 内容里边 有个十章 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叫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里边有一个 实现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的 良性互动 实践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的 良性互动 这个知识点 相当重要 为啥重要 一 今年新能家 而且 有道老师讲课的时候说 新能家考点不重要 你有病啊 新能家考点不重要 干嘛 他新能家 这个新能家考点 非常重要 而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的 良性互动 这个重要 然而 这个内容 我们同学 要复习的话 大家要注意 习大大 在这个讲话中 已经明确说了 要实现 实践创新 和理论创新的 良性互动 而且实践创新 要为理论创新 提供 动力渊源 而理论创新 要反补 实践创新 而且呢 为实践创新 提供科学之内 而且努力做到 两个的良性互动 这个 我们同学 把它 好好的 给我 背一背 而且 我不知道 看直播的同学 你讲义上 然后 打了没 而且 我手架 强号二班讲义 是七十次 来 我手架 上课的时候说 我的讲义 是按照新大纲编的 可能好多同学不服 现在大纲 一公布 你应该服了 你看这个第三章 新增加的这个重要的考虑 就是好的 我在讲课的时候 当年七十四页吧 马延强二班 七十四页 然后就明确说 这是一个新增加考虑 而且如果你认识听课的时候 应该当时写了一个新 然而记住 这个2019年的三十四题 一定要注意 往往用哲学原理 分析一个小故事 而原理 西洋的体育们 大家应该知道 有四个领域 一个叫唯物论 一个叫辩证法 一个叫认识论 一个叫唯物实乖 唯物论 辩证法 认识论 唯物实乖 记住 19年考三十四题 概率最大的是认识论 为啥 因为唯物论 从来还没考过分析题呢 而辩证法 然后去年刚考过 而去年刚考过的 19年 再接着考的概率 相对来说 就低一些 而唯物实乖也考过了 所以这几年的命题规律 我们发现 唯物论 不考 唯物实乖考选择 然而辩证法考一年 接着考两年认识论 考一年辩证法 接着考两年认识论 结果19年 考的 18年考的是辩证法 所以19年 肯定是认识论 不要说19年认识论 甚至20年 也是认识论 你看施老师的课很棒 报一年 赠两年预测 报一年 赠两年预测 希望第二年的预测 帮不住上年 但是 三十四题 如果搞认识论的话 记住 第一问 一般五分 这五分啊 来 我教你一个 打题技巧 我告诉你 三十四题 第一问 然后五分 至少得四分 甚至 然后 这个 得买分 来 怎么打 你记住 19年 三十四题 让你用认识论的原理 大家应该知道 认识论有四个原理 一个叫实践和认识的 辩论关系原理 实践决定论是 认识知道时间 第二 感性论识和理性论识的 辩论关系原理 第三 认识和实践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理 第四 认识过程 反复性和 无限性的原理 公共 这四个原理 然而 这四个原理 你们大提的时候 听我话 应该这么来打 你三十四题 第一问 拿回来 马克思 辩证 唯物主义 认识论认为 马克思 辩证 唯物主义 认识认为 认为什么呢 写上实践的定义 实践是主体 然后对客观 实践是人类能动的 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认识是主体通过实践 对客体的能动的反应 然后这是认识的定义 这是实践的定义 写完之后接着说 实践决定认识 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认识指导实践 然后认识分为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要上升为 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实践和认识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践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循环网固 一致无穷 这就是认识过程的 反复性和无限性 啥意思 把认识论四个原理给你串起来了 而且又写了实践的定义 又写了认识的定义 来 应该怎么来答题 抬头 听到我说 当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认识认为 实践和认识 而实践是 人类通 能动的改造 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认识的本质是 主体通过实践 对客体的能动反应 实践 决定认识 而认识 直到实践 认识分为 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 要上升为 理性认识 实践和认识 要做到 具体的 历史的 统一 实践 认识 再实践 再认识 循环网固 一致无穷 这就是 认识的过程 反复性和 无限性 你不用做笔记 我的意思是 就把 实践的定义写上 认识的定义写上 把认识论的四个原理 串成一字难断 串完之后 如果19年的 30次题材料 是正确的 你又说 体现了 上述原理 做到了 认识来源实践 坚持 实践是认识的 基础和来源 而且感性认识 上升到 理性认识 实践和认识 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 认识过程 反复性 无限性 然后 如果 材料错误 就违背了 四个原理 没有做到 实践 认识来源实践 没有感性认识 上升到 理性认识 没做到实践和认识的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没有 认识过程 反复性 无限性 写完之后 亲爱的同学们 啪啪啪啪啪 这么一写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只要 你这么 一弄完了 我保证 弄得越卷了 是很无奈 然后 先写上这一段 如果材料正确 做到这四个原理 如果材料错误 违背四个原理 最后下结论 是吧 只有按照马克思 上书原理的 知道 正确处理人的实践活动 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定能够成功 月儿老师一看 啊 满分 至少不分 的四分 什么意思 这样 亲爱的同学们 这个 一定要注意 就能够 把 三十四题 原理的内容 你背不过 给绕开了 所以 实老师 是搞硬实教育的人 然而 三十四题 保命里边肯定有 保命里边肯定有 这个没问题 三十四题 大家发现了没 用这个答题方法 然后投资小 见小快 收益高 我今天晚上 要教你快乐学习 智取考研政治 七十分 八十分 为啥 你告诉我 到现在 是不是你政治 是不是 还没开始背啊 你告诉我 你政治开始背了没 政治开始背了吗 绝大多数都没有 绝大多数都没有 当然个别开始背了 但是 你不要心 石老师会教你政治 如何投资小 见小快 收益高的背的方法 来 这个政治有我 你踏踏实实的 三十四题第一问 就这个 三十四题第二问 就容易考 这个实践活动中的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 良性互动 所以 大家注意 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了 今年 我们考纲 还增加了一个 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 特色 社会理思想 而增加了这么一个 它的体现了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理思想 然后 是对 马克思的 唯物辩论法的 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实际上 就是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理思想 体现了 什么样的辩论法 这个 大家不要担心 实际上 第一 考分析的概率有 但不是很大 第二 即使大 我也会把辩论法 相关的原理 给你串起来 教你一套方法 实际上 大家记住 哲学 挺难 但是 我会教大家 三十四题 怎么搞定的 这个 没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 政治经济学 说实话 政治经济学 然后直接被保命 可以 但是 你现在先把强化盘的讲义 好好复习一下 到最后再被保命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今年我们第六章 增加了一个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私人的矛盾与冲突 这个知识点 不敢说百分之百的考 但可以说百分之一万的考 为啥是必考的 为啥 我给你读一下 这个知识点 我们考纲 今年怎么描述的 私人 2008年金融危机后 然后的状态 你听听 能不能出题 听了 大家应该知道 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 你看着 是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是自20举30年代大萧条以来 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它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 从发达国家传达到新型市场国家 从金融领域扩展到实体经济领域 造成了一系列灾难 后果 在这场危机影响下 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 政治生活 社会民生等出现了各种问题 第一 经济发展失调 第二 政治抵制失灵 第三 然后社会 这个社会 社会融合机制失效 而且更主要的是 这些种种乱象 以上 种种情况显示了 当代资本领域的乱象 这些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根源 规定 结底在于资本领域制度本身 在于资本领域的基本矛盾 啥意思 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一些有志知识 提出了对资本领域制度和价值观的质疑 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领域制度 我不知道大家能感觉 有浓浓的真体味的方向吗 再把它浓浓的真体味的方向 有点老师 我怎么闻不出来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 说实话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听我话 要把这个知识点往私里复习 这个知识点百分之百的有提 而且今年的第六章最重要的是它 而第七章和第八章的科学社会领域部分 大家千万要注意 增加了一个社会领域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的升级活力 实际上我今年在首架强化盘 给大家讲马园的时候 马园我讲的不多 就给大家讲了马园的第七八两章 我就讲了十八道题目 其中重要的有五道 特别是第七道 叫社会领域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的升级和活力 这个知识点 当时我说非常重要 必考 然后是1919年新增加的考量 你看一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自主义矛盾冲突 听过我马园的同学 我说它是个新增加考量 然而社会领域在中国 焕发出强大升级活力 我也说它是新增加考量 结果今年高纲拿到之后 这都新增加了 你发现 来 施老师的首架强号版的讲义 回答我 是不是再一次证明 是按照新大纲编写的 施老师说实话 这是我多年讲课的 一个最大特例 按照新大纲给大家讲课 然而这个知识点 大家最牛的一件事情 应该知道 原来有一句名言 叫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 现在这句话到了 倒过来了 是不是只有中国 才能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好不好 是不是完全取决于中国 因为那几个国家 穷得不行了 我们这个国家 然后 再发出强大的生育活力 而且这个点相当之重要 好了 马云 中文盘复杂的变化中 实际上 施老师今天晚上 就强调了五个变化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最主要的是三个变化 一个是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一个是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 这个 资本流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再一个就是 社会主义在中国 办法处强大的生育活力 你看 这是干货的都不行了 你们实际上 也不要看那些老师的对照表 说实话 那些老师的对照表 一点用也没有 你们只要把这三个点 相关的知识点看了 你放心 就没问题了 好 这是整个马云 我不说了 今年 看第二部分 叫毛特 毛中特这本书 是2018年考 2019年考纲 然后最 然后变化 最大的一本课程 为啥 因为毛中特 大家应该知道 十九大召开之后 习近平的思想提出来了 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 这几年 有个惯性的做法 喜欢自己上台之后 把自己的思想 写出宪法 写出党章 写入考研 政治考纲 而今年 习近平的思想 弄了七张内容 写在我们考纲里边 这个相当重要 然而 亲爱的题 大家注意 今年大纲变化这么大 说实话 我郑重的警告一下 在座的同学 我用警告两个字 如果你暑假 听到我们的课 我们的毛中特 无论是讲义 还是我们的 1500题的模拟题 都是按照 十字章编写的 然而 有的老师 出的书 是按照 十二章编写的 说实话 只要你用的资料 是十二章的资料 是毛中特 你那套资料 抓紧时间扔掉 或者送给你的情理去 就行 老师 这个 为啥 因为 这个 只要是 旧大纲 千万别看 为什么 因为旧大纲 第一 新增加的考虑 它里边没有 删除的考虑 它里边有很多 所以 你如果看旧大纲 到时候 你就考不上了 送给你的情敌 你的情敌考不上 你考上了 这样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你追着个女孩子的时候 你又嘱咐她 你说 你嫁给她 你又生个小伙子生 你嫁给我 就生个小研究生 你用 你的孩子来打动她 你说 这是多么长远的目光 所以 你按照 新增加的考虑 给我复习 而毛仲特 今年考纲 说实话 施老师每年出书 出的比较晚 然而 我是等到 新大纲版本的将 书 我真正拿到位的时候 我才敢出书 我不为了 然后挣钱 然后想办法 然后这个多卖书 说实话 有的老师 为了多卖书 是不顾忌 学生的利益的 而且动不动 就说 我的书好 你的书好 最起码 你得按照新大纲边 你连新大纲都不奔讯 你按照旧大纲边 还说你的好 我觉得这个 有点不够适得 当然了 说实话 施老师 虽然我的书上是比较晚 但是 我觉得 我很踏实 哪怕我挣的稿费 我都很踏实 因为我的初心 是让同学 按照新大纲内容 而且呢 不浪费学生的时间 当然了 1500题 你做的难 说实话 你们抓紧时间 然后再背一边 讲义 再去做1500题 就好多了 来 今年 毛中特 由12章变成14章 整本书 变得很恐怖 但是 来 我把这14章 怎么变得 告诉大家 你们认真听一下 就行了 来 毛中特 现在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 毛泽东思想部分 而毛泽东思想部分 总共有四章 第一章到第四章 而第一章不重要 最多出道 选择题 你们就不用急了 重要的是 第二章和第三章 我告诉你 毛中特的第二章 非常重要 至少出两道选择 而且还容易结合 史冈部分 考36题的分析题 而第三章 也相当重要 必考 而且至少考选择 甚至是分析 老师为啥 因为第三章 是社会的改造 社会的制度的确立 实际上 我告诉你 整个36题 这么多年的命题 就讲这么自个 为什么 第一 中国人民 为什么选择 马克的主义 第二 中国人民 为什么选择 共产党 第三 中国人民 为什么选择 社会的制度 第四 中国人民 为什么选择 改革开放 只要把这四个 为什么 就要明白 整个考研政治 也就没问题 整个36题 也就没问题了 但是 这个第三章 是社会的改造理论 社会的改造 就最后确立社会制度 所以 毛泽东特的第二章 第三章 相当重要 因为他和史刚的内容 是重合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 史刚和毛泽东思想不分家 然后大家要好好的复习一下 这是第二 第三 而第四章 不重要 最多出道选择题 整个毛泽东思想四章 一次不重要 二三特别重要 如果实在没时间 光把二三复习好 一次爱咋咋地 而第二部分 是邓三科 邓 邓小平理论 三 三个代表 科科学法展观 你放心 三个代表 科学法展观 六七两章 直接干掉 他只要死了 才会出题 而死了 也不会考书上的内容 最多考追悼会的道词 道词的单选 多选 史老师会给你整理出来 这个咱就不啰嗦了 而第五章 邓小平理论 这个还是要出题的 因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 邓小平理论 是邓小平创立的 而邓小平 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我们的总设计师 设计的改革开放 今年是四十岁了 而四十岁 这个容易考 然而最猛的一件事情是 四十岁生日 然而这个四十岁生日 亲爱的学们 大家应该要注意了 好好的复习 然而邓小平理论 已经考输了 考透了 考烂了 你们好好看一下 第五章的历年真题就行了 听我课的时候 施老师的讲义 说每个知识点 都附了大量的真题 你把真题想要答案 背过就行 这个真题足够了 这个邓小平理论 是不是也不会再有新能家知识点 小平同志 又关于一国两制 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新能家 是不是听起来都很甚的 所以说邓小平理论 你们把另一年真题 你看 整个前七章 我讲得很清楚 然后第一章不重要 第四章不重要 二三章不重要 而邓小平理论 第五章重要 六七两章干掉 前七章就没问题了 而从第八章到第十四章 是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 手离思想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手离思想 大家记住 第八章不重要 为啥 因为第八章19年考分析题 考大 考18年分析题考大劲了 考了两道分析 去年考两道分析 你放心 今年最多考到选择就不错了 去年考大劲了 第八章不重要 而第九章有点小重要 容易结合史刚考分析题 三十六题的第二问 第八章不重要 第九章略微有点小重要 容易结合三十六题 史刚的内容考分析题 而第十章特别荣耀 老师第十章为什么特别荣耀 第十章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你记住 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当荣耀 亲爱的听众们 大家千万要注意 然后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重要的核心因素 是因为 这个 五位一体的核心因素 是因为大家能感觉到吧 这个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这五位一体 最猛的一件事情 这五位一体 是不是习近平就按照这五位一体 发展中国经济 发展中国 民生 发展中国生态 发展中国文化 建设社会 民主政治 大家 千万要明白 相当重要 有特别能看出我短片来 真厉害 因为刚才 我的电脑 弹出一个 对话框来 说 广州那边 有台风 我明天 应该是去广州上课的 厉害 然后 争取去 风雨无阻 风雨无阻 来 这个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不走时了 22 23 24 25 26 这五道题目 往往是 考试 考五位一体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听我话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一章 往死里复习 这一章 往死里复习 而第十一章 然后 特别重要 为什么 因为第十一章 特别是第二节 叫全面升华改革 有点老师 全面升华改革 为什么重要 原因很简单 全面升华改革 抬头 你先不用关心我 我很安全 放心吧 这个 全面升华改革 为什么重要 大家知道吧 今年是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 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这个全面升华改革 非常重要 我敢保证 要么 2019年的 三十五题 考全面升华改革 要么是 2019年的 三十六题 考 全面升华改革 反正这个 升华改革 百分之百的要考 为什么 因为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 如果 不考分析 地 考到选择题 也对不住 改革开放 却得到辉煌 成绩 所以 这个重要 而 大家能感觉到吧 实际上 毛特 然后特的 习部分 第八章 不重要 第九章 简单看 虽然小重要 但主要是 是刚考 十章特别重要 第十一章 第二节重要 而第十二章 大家注意 选择题 足矣 不是很重要 军队和国防 不是很重要 选择题 足矣 第十三章 中国特质外交 实际上 本来 这个外交 说实话 三十书上的内容 你就不用管了 主要复习什么呢 主要复习 今年六月份 在上海 在青岛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 和今年 九月三号四号 在北京举行的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的内容 记住 中国的主场外交 必考 去年在 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路 在下面召开的 金转五国 在北京召开的 全世界政策大会 考了单选 考了多选 考了分析 今年的 上海合作组 青岛峰会 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 这个相当重要 我们同学 一定要注意 考中国的主场外交 实际上 这个第十三章 你就不要看了 到时候 我会给你出道 什么题目呢 跟你讲 时政的时候 给你串起来 而时政 说实话 你们不管是 报抢分APP的 同学 还是 抱我面授辅导班的 同学 时老师 都会给你讲 这个 深圳专项课 比如长春 正流 我现在大连 大连领先 包括在这个 各几行 以及什么 我们的时政 都是我讲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是时政 他爹 我儿子叫时政 所以我会讲的 特别好 而且我会给你讲 我儿子和我儿媳妇 我儿子叫时政 我儿媳妇叫上阴 我会给你讲 时政和上阴的故事 这个没问题 我们后边再说 第十四章 必考 但是选择题足以 这个选择题啊 你十四章 给我记一句话 叫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你要看时政的照片 行 你先看看时政 他爹的照片吧 你看看我的屏幕酷不酷 酷吗 怎么样 酷吧 小呀 这是 批过了 批过了怎么立呗 批过了怎么立 这个 时政 老二叫实质 对 再生个 双老师再生个女儿 叫又整好了 批成这样 每天都骗自己 能不能不这样聊天 你这样会没有朋友的 你这种人说话 拉出去给我斩了 好了 给你弄了个 没讲段子 给你看 让裤片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的属性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属性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属性 和最大优势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属性 最本质特征 和最大优势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特征 和最大优势 记住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特征 和最大优势 是我们命题小老头 今年非常容易考的一句话 为啥 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 大家知道吧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里边 提出来了 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履义 最本质 特征 和最大优势 这是 继小平理论的 这个 小平理论里边的 这个 什么东西 小平理论里边的 社会履义 本质理论 比如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博却 消除两句文化 最终打到 共同富裕的 一个升华 所以这个重要 大家重视一下 好了 整个毛东特 你掌握这些就行 然而 第四门 第三门 可能叫石刚 石刚 前三章 没有一个变化的 然而前三章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 我简单说一下 前三章 石刚 叫风云变化 八十年 有两个过程 一个是中国的 帝国主义 西方列强 将中国变成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一个是中国人民 反抗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的过程 你告诉我 小老头考试的时候 主要考变我们 还主要考反抗 考变还得反抗 你告诉我 小老头主要考变 还得反抗 当然主要考反抗 记住 反抗分为两种 一个叫小规模反抗 一个叫大规模反抗 小规模反抗 主要出单选 大规模反抗 主要考多选 而大规模反抗 总共有五个 一个叫太平面国 一个叫义和团 一个叫洋务运动 一个叫维系面法 一个叫心爱革命 你告诉我 19年最容易考的 大规模反抗 27题的多选 最容易考心爱革命 还是义和团 还是洋务运动 还是维系面法 还是太平面国 你们在屏幕上回答我 最容易考什么 只要说维系面法的同学 都很厉害 那说明暑假 听过课了 义和团 你胡说啥呢 绝对不会义和团 因为维系面法 今年是120周年 这个相当重要 但是它的干扰相 往往说 维系面法 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你告诉我 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 是洋务运动 还是维系面法 洋务运动 还是维系面法 当然是洋务运动 而不是维系面法 所以你们这个前三张 掌握这些就行 中间的四张来非常重要 因为翻天覆地 30年最能展现到伟大 中间四张好好复习 最后八九十十一 十一张是今年新增加的 但十一张虽然新增加 但是你们复习的说 主要复习一个点就行 这一个点叫什么呢 这个点大家看一下 别的点可以忽悦了 叫什么呢 叫更好发挥宪法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今年有个非常重要热烈事件 就是修灵宪法 但修灵宪法 你放心 19年一般不会考冲系题 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 但是可以在史冈里边 考宪法 在新时代的作用 这个作用是巨大的 是不能用ABCD锁囊 到时候全选就行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 考修改项的意义 也是全选 这个就很简单了 这个我就不啰嗦了 实际上36题 大家应该知道 史老师还教了一个 非常著名的解题技巧 叫1840 来在屏幕上回答我 1840 听过我1840的技巧的同学 在屏幕上喊个道 或者打个1 来 你们能不能感觉到 史老师是搞硬实教育的人 那个刚才34题 亲爱的同学们 史老师教你 把那些内容串起来 串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 很经典的 是34.1840年的 这第一条 当然了 35题也有这种技巧 36题也能 那么 讲完之后 我们再讲第四门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来 你猜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有没有这种 1840的解题技巧 说实话 思修法级的题目 今年我们考纲里边 增加了一个 个人和社会的万能膜拜 来 你们打没打我这个 呃 世界的这个讲义 你们打了没 这个讲义 来 我第四部分 有一个第二处的变化 叫什么呢 叫小我和大我的万能膜拜 就是个人和社会 大家应该知道 有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 个人 这个理想 社会理想 然而 这个个人和社会 我教了你 师兄师姐 一个万能膜拜 我现在跟你说一下 个人和社会 是变成统一的 相比相成 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 讲义在微博上 在微信公众块上 都有 微博里边有讲义 来 个人和社会 是变成统一的 相比相成 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 个人体现社会 社会包含个人 我们不能只讲个人 不讲社会 不能只讲社会 不讲个人 我要把个人和社会 统一于 中国特色社会 离现代化建设中来 个人和社会 总体上是统一的 只有特殊情况下 需要我们 牺牲个人 实现社会 这样 表面牺牲个人 实现了社会 也实现个人的 最高境界 老师 你告诉我这个 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 因为这几年 考的题目很确的 比如18年37题 第一位问你 为什么青年时代 树立政策的理想纪念 能为人的一生 提供无穷的力量 而17年37题 问你 工匠精神的实质是什么 14年37题 问你 英格林的大学生 为什么是一种 远见识的生活方式 来 你们在屏幕上回答我 英格林是什么地方呢 英格林是一个 山高路远 条件艰苦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一直招聘到 高素质的人台 结果呢 后来 来了一些大学生 来 你告诉我 我党表扬不表扬 这些大学生 是厉害 为什么他们厉害 你们在屏幕上 实事求是回答我 你们愿不愿意 研究生毕业之后 去英格林 这种山高路远 条件艰苦的地方 去工作 回答我 实事求是的回答我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建设社会的一些农村 愿不愿意 这个 振兴都没老公 也基地 好多同学 在这违信的说愿意 但是 你不愿意 我当初的题目 就愿意 而愿意的时候 来 他还说 这些大学生 远见识的生活方式 这是14年 而11年考的题目 问你 这个 安山钢铁集团的一个哥们 安山钢铁集团的是谁呢 是那个郭明毅 他应该知道 郭明毅 是安山的同学 应该知道 郭明毅 是现实版的一封 小哥们 身体不好 而且经常陷血 额老师 身体不好 还经常陷血 这血能用吗 你的毛病太多了 自己住的 不到40平米的旧楼房 还圆住了 180名特困生 结果有人不解问 郭明毅 这样做值不值 结果郭明毅说 我让人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结果出了一道 十分的分析题 有两问 第一问 如何理解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来 如何理解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大家在屏幕上 刚才看了 这道题目没 看到这道题目之后 来 你告诉我 这个 你发现没 如何理解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或者应该领的大学生 为什么远见识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 这个 这件事在树立正确理想线 能为人的一生 提供无穷的力量 这种内容 大家发现 你拿起笔来 是不是感觉很熟 但就是写不出字来 而且考纲 让你开学考试 你要去 我约这的时候 有的同学打爱情观 来打题 俄老师 这和爱情观 有没有关系 有同学就这么神奇 怎么说 他和女朋友看恋影 看完恋雨 自己女朋友 穿的衣服很单薄 他把外套脱下来 给女朋友穿上 说 哎 女朋友很温暖 自己很幸福 但这样的人 你只能是能来 但是你考不上研究生 为啥 因为你格局太小 你光想着自己的女人 你能考上研吗 你得想着别人的女人 你想着别人的女人 你家族观都有问题 所以亲爱的听门 你记住 千万不要这样打 你看我怎么打 你看我这样打了 你给我多少分 来 如何理解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打冒好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实际上反映了 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 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是变成统计的 项目将成 不可分割的 有机整体 个人价值 体现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 包含个人价值 我们不能只讲 个人价值 不讲社会价值 也不能只讲 社会价值 不讲个人价值 我们要把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 统一于中国特色的 社会利益 现代化建设中来 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 总体上是统一的 只有特徒情况下 需要我们 牺牲个人价值 实现社会价值 这样表面上 牺牲个人价值 实现了社会价值 也实现个人价值的 最高境界 再概括一下 郭敏毅的材料 概括完了 最后下结论 郭敏毅的英雄实际 充分体现了 给人温暖 就是给自己幸福 来 你告诉我 解分 你们在屏幕上 告诉我解分 这种题目总共六分 你给我七分 你的拍马屁拍过了 来 有的同学给六分 有的同学给五分 有的同学给四分 我觉得给六分的 你越点尺度有点松 给五分的 你客观 给四分的 越点尺度有点紧 给两分一分的 你是哪家结构拍来的 我的 但是来 接下来 石老师再说一句话 我保证所有人都得给我满分 不给我满分 打雷劈你 你不服 我接下来最后一句话 我们当代青年 当大学生 应该像 应该像郭敏毅那样 正确处理 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的关系 善于牺牲个人价值 实现社会价值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放逼自己的青春梦想 过一个 与人民 与社会的幸福人生 来 给吧 亲爱的 我牺牲了 我都死了 我都死了 你再不给我满分的话 你想干什么 如果我都牺牲了 你还不给我满分 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你靠谁来实现 你这么一牺牲 你就想命题的 阅教老师表明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 我党需要的研究生 给我满分 给我满分 记住 19年的诗卷 只要材料中 主人公牺牲 你一定要跟着牺牲 只要这么牺牲了 研究生通知书 就法定你 亲爱的听伴 你勇敢的这么打就行 尔老师 我们不是那种牺牲自己 照亮别人的人 你大提的时候牺牲 考上之后再说 尔老师 大提的时候牺牲 考上之后不牺牲 党让我牺牲 我不去 党拿着我的垫子说 当年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这样说的 这个党有点无耻 不会的 那英格林的大学生 为什么是一种 远见实的生活方式 多么大 英格林的大学生 只为是一种 远见实的生活方式 是因为他们正确处理了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的关系问题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 是变能统一的 项目将成不可分割的 有机动体 个人理想体现 社会理想 社会理想包含 个人理想 我们不能只讲 个人理想 不讲社会理想 也不能只讲 社会理想 不讲个人理想 我们要把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 统一于中国的 社会理想 现代化建设中来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 总体上是统一的 只有特殊情况下 需要我们 牺牲个人理想 实现社会理想 这样表面 牺牲个人理想 实现了社会理想 也实现个人理想的 最高境界 在概括下 英格林的材料 概括完了 英格林的大学生 的确是一种 远见实的生活方式 最后讲下一句话 我们当代青年 当代大学生 应该像 英格林的大学生那样 正确处理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的关系 善于牺牲个人理想 实现社会理想 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 放费自己的青春梦想 过一个 有益人民 有益社会的 幸福人生 月儿老师一看 啊 当然了 亲爱的腿们 大家注意 然后18年的 三十七题第一问 问你 然后 为什么青年时代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能为人的一生 提供无穷的力量 怎么的 你说青年时代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就是正确处理 个人理想 和社会理想的关系问题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 是变成统一的 最后下 结论 我们当代青年 当代大学生 应该像 材料中 主人公那样 正确处理 个人理想 社会理想的关系 善于实现 个人理想 实现社会理想 在实现 中国梦的过程中 放费自己的青春梦想 过一个 有益人 有益社会的幸福 的一生 月儿老师 真心醉了 说实话 千万要注意 我们同学 一定要明白 政治 不要盲目的 在那给我背 为啥 因为政治 说实话 你比如 刚才我说过 毛中特 第二章重要 第三章重要 第十章 和第十一章的 第二节重要 你把这三章 零一节 给我复习好 你十四章 那十章不复习 我保证三十分 不低于 二十五六分 甚至二十七八分 然而 有你只复习 三章零一节 得到二十五六分 你的傻子竞争对手 第一章复习到 十四章 挨着复习 投资大 见效慢收益低 所以 亲爱的学们 你千万要明白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要学会抓主持矛盾 才能研究生 顺利考取 说实话 还有九十八天 我们就考试了 然而我们同学 现在突然感觉自己 政治看不完 英语看不完 数学看不完 专业课看不完 唯一感觉完了 感觉自己完了 政治看不完 英语看不完 数学看不完 专业课看不完 唯一感觉完了 自己完了 而且不是正的看不完 正的还没开始看 说实话 亲爱的学们 这就是你的状态 然而 千万要明白 你也不用紧张 考验 看不完 是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能感觉到 政治英语数学 来课 加起来的话 然后能从这儿到这儿 然后这么多资料 你告诉我 是不是这么多内容 看不完是正常的 你告诉我 这么多资料 是不是看不完 甚至正常的 没有人能看完 为什么 只有两种人能看完 一个叫神 一个叫神经病 神能看完 神为什么能看完 神万所一眼 都能看完 还有神经病能看完 什么叫神经病 你比如有个哥们 还距离考试 还有一个月 他告诉你 他政治看完了 英语看完了 数学看完了 专业课看完了 什么都看完了 就等着考试 怎么还不考试 怎么还不考试 在着急 怎么还不考试 我觉得这孩子疯了 这孩子肯定疯了 所以看不完 是很正常的 所以亲爱的学们 你一定要明白 对于香老师能看完 对于那种精神病能看完 看不完是很正常的 所以千万要记住 看不完是很正常 你老师快坐下 你害怕了 是吧 记住 如果你感觉压力大 你抓紧时间 和你考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专业的孩子 聊会儿天 聊完之后 你心情突然好多了 你看不完 他也看不完 如果他狂的话 你拿着去年的题目 你问一问他 你说这个题目怎么做 然后一问 他也不会 所以亲爱的学们 看不完 当然是正常的 考研 从来不比拼 谁能看得完 只比拼 谁会看 你比如 大家别的学科 我管不着 政治 你放心就是了 你告诉三十次题 石老师 是不是教了你一个 应习技巧 三十次题 回答我 谢谢你的小礼物 这是什么呀 三十次题 回答我 是不是教了你一个 学习技巧 三十五题 也有这样的技巧 而且三十 六题有一八四零 三十七题有小我 大我 而且最牛的是三十八题 三十八题 要么考中国题目 要么考美国题目 而中国题目 你到时候再美中国 而美国题目 到时候骂美国就行 而骂美国的时候 你这种不能那样骂 知识文字骂人 要骂的 然后很惊 但很 给人感觉 很知识文字 来我给你骂些美国 美国怎么骂 美国题目 美国主张 你就说 上属材料的管理 是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突出表现 它践踏了联合国宪章 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不是在和平共处 基本原则解决问题 是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美国上属行为上属主张 不利于和平法权 两个主题的法权 不利于国际政治 新秩序的建立 不利于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狐狸共融的国际信心关系 到时候一骂就没问题 而中国题目 符合联合国宪章 符合国际法的基本论则 是在和平共处的 五项基本原则局上 根据国际事件的 是非举止 做出的客观判断 中国这一主张 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认可 世界人民普遍接受 中国这一主张 然后有利于和平发展 两大主题 有利于国际秩序的建立 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符合 然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长远发展 到时候 美国你骂一下 中国你赞美一下 到时候就没问题了 说实话 石老师要明确告诉你 要想19年拿到通知书 记住 不要再为自己以前 没有努力学习 懊悔不已 也不要为自己 19年考不上忐忑不安 凡是在那 为了以前没有努力学习 懊悔不已 为了以后考不上 忐忑不安的人 都在挥霍着现在 你们一定要注意记住 特别女孩子 如果说 老师 我看不完了怎么办 抓紧时间看 有段老师 我前段时间没努力学习怎么办 现在都学 有段老师 然后我19年考不上怎么办 抓紧时间学 不要在你们这些95后的孩子考研有个特点 前段时间是不着急 电载机公布大纲是瞎着急 千万不要瞎着急 放平心态 心态是最关键的 然而你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永远的道理 叫考研看不完能考上 什么叫看不完能考上 每天早上起床之后 第一件事情 然后告诉自己 洗上完了之后告诉自己 我看不完能考上 高高兴兴的去自习室学习 只要到了自习室 你只要喊完看不完能考上 到自习室里边高兴兴的学习 学了个八小时十小时 然后每天这么学 九十八天之后 研究生的通知书 一定会送到你手中 相信我 没错的 我们同学一定要明白一个核心 就是看不完能考上 好多你师兄师姐 都是在喊着石老师的 看不完能考上 而拿到通知书的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你去医院实习 别的同学也去医院实习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核心的管理 就是看不完能考上 别管别人怎么说 你他他是每天按照我的要求 看不完能考上 一定能够研究生通知书拿到 实际说实话 你们记住 现阶段我们同学 要想研究生顺利考上 你要准备低权威的不习资料 比如施老师的 当然资料就是最权威的 你听我课就用我的资料 无论我的1500T 还有真体 还有保命35 你都满一下 然后我们的讲义也是新大纲 第二科学的不习规划 你们要每天八到十小时的学习 别管别人怎么样 而且良好的复习心态 而且如果你考完研 能够拿到通知书 再写一下 假如我的大学四年重新来过 我的研究生如何度过 然后你们卡卡的一弄 然后呢 写下这种 施老师的例子奖学金 甚至还发给你 研究生三年选择我来拿 所以这个很棒 风雨考研路 施老师云云通信 相信我 没错的 当然了亲爱的你们 还有最后一门课程 是时政与当代 我说那是我儿子 后边有个专项课 到时候我会详细的跟你讲 当然了 这个最后 我再给大家答一下 疑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能感觉到吧 今天晚上虽然我讲了一个小时 但是这应该是浓缩的都是干货 而且是老师 然后今天真的很辛苦 昨天晚上我为了把保命三十五彻底定稿 我弄到凌晨五点 然后呢 七点还发了条微博 然后呢 我就睡了两小时 今天讲了整整一天课了 到现在饭还没吃 然后说实话 中午十二 现在大连 讲了二零年的讲座 然后到学课 又讲了十二点半一趟直播 下午两点一趟直播 然后六点半有一场 说实话 很辛苦 但老师辛苦 当你们能够 这个政治取得高分 拿到通知书 说实话 我比什么都踏实 这个很开心 来 有什么问题 当代后边有三项课 郑州过几天回去 马远讲一有什么背诵办法 有什么背诵办法 来 对了 如果你现在 首先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听课 如果你手下已经听完课的同学 你就听完了 没听完 抓紧时间下载一下抢分APP 然后下载完了之后 你听一下我的课 我的课有三个课 第一个叫一卡通的课 一卡通是卖八百九十五的 这个课 说实话 是把冲刺强化什么都包括的 但这个本 你们买了之后 要注意听新大港版本 我九月份又录了一个新大港版本 你们找的那个是七月份录的 六月份录的 这个是新大港版本 到时候你们听就很棒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政治压力实在大的同学 你又报一个高端班 高端班是四千九百九十九 然后这个班呢 然后是高端班 但是如果你政治实在压力大 而且自己基础又不好 而且老辈又辈不过 然后你们就再报一个高端班 然后有同学说九九九的也买了 你如果买了这个的话 这个和那个高端班的课基本上一样 但这个可最大的区别是协议退费的 协议退费什么意思 是要保过的 如果你不过是直接退费的 而且还退不少 这个挺胖的 然后这个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如果你政治到现在还没动手 哪怕就是动了手 接着就忘 此话背不过 这个班我会和你们一块背的 然后这个课 然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棒的 然后你们可以一块到时候听一下这个课 根据自己的情况 自治理强的同学 你们就被那个用一下八百九十九的那个课足够了 如果三十块钱盗版随便看 实际上你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情了 实际上盗版 你如果用心看的话 也没问题 但是这里边 我从来不打击盗版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 但是我怕的是你们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为什么叫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好多同学会那个看到版的时候 他不会用心对待 因为他没花钱 他就不用心对待 然而如果你真用心对待的话 也没问题 但是我怕你不用心对待 但是如果你用心对待的话 认真听也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你欠的我的稿费 欠的我的钱 等你孩子的时候 要听政派 因为你尊重我的老公 我尊重你的老公 我们互相的江湖尊重这个社会 然后才能够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好 要不然我们的知识产权 得不到保护就不好了 然后你对我不尊重 我对你不尊重就没意思了 但是这个你们能用盗版用心听也没问题 但是我怕你不用心 这个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保命35月底出 然后我们有三个班 一个是保过班 一个是高端班 一个是伊卡普特班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但是听课是主要前提 千万别不听课学习 因为自制力弱的同学 你就高端 然后政治已经完了 感觉自己怎么也背不过的 你就协议保过 这个协议保过 能够让你非常牛 非常牛 然后我自己带 而且我们会建一个群的 西地班那个讲解课 我会在9月21号 22号 23号 这三天去成都录制的 录制完了 在抢份APP上 你听一下这个课 包括保命35 会月底上市 上完市之后 也有个专项课 到时候你听一下就行了 好 好 还剩呗 长春蒸留的课程表 你就全报就行了 没问题 你当你信你买了就买了 但是这个 手机全晚班 你这部新大班 刚刚的课你用听了吗 就行了 实际课现在还没上呢 然后到时候你买的一卡通都包括 1500题当然出了 抓紧时间买 保命月底上市 月顶上市 分析题你放心 由我到冲字班和点题班 给你讲分析题 这个问题 好吧 好的 刷了两次 对 11月30号之前 把这个1500题刷完 然后我们后边 然后会有相应的课程的讲解 只要一卡通都包括了 然后高端班也包括了 协议保过班也包括了 听完课 刷题 然后再听课 再刷题 然后最后 每天早上 看不完 能考上 研究生通知书 送给大家 好吧 那个 四十讲义 在微博上置顶有链接 包括保命35什么的 你去买就行了 包括课 报什么班 你可以微信里边 微博说一下 你的情况哪个不好 你微信 微博私信我 我到时候知道你怎么报 好吧 有问题我一定回复 好了 今天晚上我就讲这么多 我还没吃饭 我就吃饭去了 我爱大家